現在蘭嶼已經進入暴風圈 現在風雨交渾 蘭嶼居民已經感受到 杜蘇瑞威力 知名景點饅頭山 也已經看不見 台灣本島先有強風來襲 出動大型機具 收拾掉倒掉的樹木 台東市資本路 一顆25公尺高的南洋山 被大風吹倒 拉扯到兩根高壓電感電線 導致100多戶停電 華蓮玉裡也有瞬間強風 把路邊的鳳凰樹給吹倒 影響雙線道通行 幸好沒有砸傷人車 夕陽局持續關注杜蘇瑞 下午2點30分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目前是橫沉半島跟屏東 那可能今天接下來就是傍晚到晚間 大概可能台東有機會再增加進去 那高雄或者是台南 可能就要再晚一點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從26號開始 東半部地區會出現好雨 27號 華東地區 南部山區會出現好大雨 全台都會有影響 一直到28號 雨勢才會趨緩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密集的模擬的結果 大致上是通過旅宋的北段 然後往西南再走到中國福建 這樣的模擬結果是比較多的 但是有少數一些些的模擬顯示 它有可能稍微比較接近台灣的西南部 進來之後再進入中國的福建 目前杜蘇瑞颱風 陸進前市圖 26號到27號這兩天 最接近台灣本島 28號將會進到中國大陸 而杜蘇瑞颱風在美軍模式 已經升格到四級熱帶氣旋 有機會挑戰五級超級颱風 進行局也不排除杜蘇瑞未來 將達強烈颱風等級靠近台灣